盲从误解和极端的观点是我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 它们会从很多因素中产生 比如说情绪冲动或者被人有意的误导和驱使 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做解释性深度错觉 这个概念是由耶鲁的两位心理学家在2002年提出来的 简单的说很多人觉得自己对世界的了解很到位 但实际上他们真实的了解程度和他们以为的相差很远 也就是说他们误以为自己可以对周遭发生的事件 谈话中涉及到的概念做清晰的解释 但其实这是一种错觉 这就叫做解释性深度错觉 比如说你可以问问朋友 知道电台里的广播是怎么回事吗 他们大都会认为自己对广播太了解了 不就是打开开关调整好频率的数值 比如说87.6兆赫 然后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就开始播放了 但你要问他 广播是怎么把几十公里外那两个主持人的嗓音传到我们耳朵里的 这个原理解释一下 我想即便很多理工科背景的人也会被卡住 这就是人们对一个事情不同的解释深度 第一层解释深度就是他日常接触到的 只是实用而已 而第二层解释深度就是把那个东西的工作原理清晰的讲出来 你可能觉得 人们不知道广播的工作原理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这再正常不过了 只有专门搞电子工程的人才会对这个原理有清晰的了解 这样要求每个人是不是太苛责了呢 问题并不在于人们不了解某些物品的工作原理 而在于人们在根本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的基础上 却误以为自己对这个东西很熟悉很了解 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这个错觉导致大量的盲从误解和极端观点的出现 和我们不了解广播的工作原理一样 我们也一样不知道图片是如何保存在手机里而不消失的 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全拼音输入法能把汉字输入到对话框里 同样的钢琴手表拉链马桶的工作原理有几个人能说出来呢 对这些过程的不了解还在其次 因为它们都是典型的工程领域的知识 一旦我们被提醒了 很快就能意识到原来自己对这些东西是一无所知的 并且能从感情上愿意承认自己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 而一旦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概念 比如说疾病经济社会市场气候变化 我们就很难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知了 甚至哪怕是意识到了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因为这些概念长久的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的一部分价值观就构建在这些误以为自己很熟悉的概念上 当自己发现很多都是错觉之后 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我们需要承认自己多年来形成的价值观 世界观会因为承认自己对这些概念的无知 而全部崩塌 于是争吵跟极端化的观点就由此诞生 即便在互联网时代 解释性深度错觉也不容易消失 首先就是互联网对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 在流量为王的奖励机制下 绝大部分提供内容的人都倾向于把文章缩短 把标题惊悚化 倾向于报道有爆炸性的新闻内容 平淡无奇或者逻辑复杂的内容 会在筛选中被首先淘汰 很多调查都发现 超过一半的人在看新闻的时候 只看标题 连具体内容的超链接都没有点开 这样的内容看多了 就自以为对新闻事件有所了解 比如今天乌克兰正在发生战争 大小媒体的报道 已经把人们耳朵磨出茧子了 但有多少人能说出乌克兰的具体地理位置呢 要知道这个典型的地缘政治问题 如果连它在哪都指不出来的话 那肯定不可能对战局有靠谱的认识 哪些人最不容易产生解释性深度错觉呢 就是习惯用第一性原理思考的人 马斯克经常提到的第一性原理 就是相信每个系统都存在一些基本命题 不能省略和违背 哪怕这个系统后续成长得很庞大 也都是从基本命题衍生出来的 比如说很多物理系的同学上课 就经常见到这样的老师 他既不准备PPT 手里也不捧着教科书 每次上课都只拎着半盒粉笔 顶多里面加几根红色的 上课铃一打 他就从假设我们有一个电子开始讲 之后整门课所有的知识 全都从粉笔中演算出来 推倒完一黑板再拉下第二面黑板继续推倒 如果你能跟上他的思路 你将体验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快感 因为世界的存在 并不依赖于那些凭空冒出来的规则 而是从几个基本假设滋长出来的 这样的逻辑构建出来的世界是稳妥的 这样的世界观是稳固的 经常以这个方式思考的人 也会把思维习惯带到日常生活中 他们更愿意在讨论问题前 把概念弄清楚 你会发现很多理科的人 好像对社会话题经济政治不感兴趣 这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这些问题的相关内容 大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由于参与的人也都不在意这些 所以哪怕查了查也很难有收获 于是思想习惯促使他们在思考上作罢 而实际上 即便参与讨论的都是内行 从本质上说 社会经济政治 也都不可能像物理跟数学一样 由清晰的公式定义 他们都是包含了很多未知因素的复杂系统 从第一性原理深入了解整个系统的做法 只是一种妄想 那么对于社会经济 政治相关的内容应该怎么把握呢 这就要使用到演化思维 一个事物下一刻的样子 不会是凭空出现的 而是在上一个形态的基础上 做一点随机的调整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事物 从出现到今天 所有重要的突变都了解到了之后 起码就能把握住它过往的全貌 尽管我们依然无法预测它之后的样子 但以演化的脉络了解它的全貌 已经让你超越了99.9%的声称对它了解的人 就拿黄金为什么不再具有货币功能 这个问题来说 演化下的思维是这么理解的 在贸易跟金融中 大规模使用黄金做货币 这是牛顿任皇家驻币局局长之后 才第一次在英国出现的 在此之前 英国也有贸易和金融系统 但使用的是银币 为什么银币被金币取代了呢 因为开发美洲的过程中 挖出了太多的白银 让银币的币值很不稳定 而金的产量波动比银要小很多 于是英国最先从银币切换到了金币 其他进行世界贸易的主要国家 后来也都跟进了 第二阶段的演化 是从金币切换到金条 这次的切换是剧烈的 又是迫不得已的 原因就是战争 先后爆发了拿破仑战争 普法战争 南北战争 导致各国都需要购买武器 而此前的金币分散在民间 各国都需要把黄金集中起来购买武器 所以很多国家都出台了 禁止金币流通的规定 国家用纸币把大家手中的黄金换走 铸成了金条 换成了成批的武器 但纸币承担的责任是政府承诺 拿着它可以在满足N个条件的情况下 把黄金还给你 只是因为这些条件比较苛刻 导致政府从民间拿走黄金容易 老百姓把纸币换回黄金却困难 于是金币就在这样不平衡的流入流出中 绝大部分最终流进了各国的金库 而战争中谁得力最大呢 经历了一战跟二战之后是美国 美国出售了最多的物资和武器 全世界70%以上的黄金 在武器购买的需求中流入了美国 这时候延续了上千年的对贵重金属的信仰 延续了几百年的金币金条在贸易中的地位 让大家都只能向美国借金条来发行自己的纸币 美国并没有直接把金条借给他们 而是用一种绿色的纸币代替了金条 等价的借给各国 正是这个方法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纸币跟金条的兑换比例稳定 形成了很好的信用 于是这就为劣币驱逐良币奠定了基础 既然美元随时都能固定的比例兑换出黄金 那么一个人的小金库中 如果还有其他类型的货币 他为了保证小金库永远值那么多钱 就倾向于先花完其他的货币 而美元呢却总是存着 所以美元总是不能很流畅的在市场中流通 各国在贸易中就不断的缺美元 这一缺 美国就要多印出一些美元给到市场 但是由于美元跟黄金维持了固定的比例 就导致美元的总数也是有上限的 总是多印一些总是多印一些 就会超过这个上限 于是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终于绷不住了 取消了固定的兑换比例 此后美元就再也不能固定的兑换黄金了 黄金作为货币的功能就这样消失了 知道了这些你就会知道 作为一个人财富的重要衡量标志 如果货币总是在贬值 人们就会一定想办法去对抗这个趋势 如果各国央行全都持续超发货币 几十年如一日这么超发的话 人们对任何货币的信心都会下降 你看涉及到了货币资产 什么值钱 什么不值钱 这些和价值观绑定的内容 甚至还为此付出了真金白银之后 如果听到了不同于自己的观点 人们当然容易产生激动的情绪 今天我们见到的什么什么臂长 什么什么是庞氏骗局的说法 都是这么出来的 能避免解释性深度错觉的一个好方法就是 先假设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用第一性原理搞清楚基本概念 如果发现这件事不是第一性原理能应付的 而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话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演化思维 把这个系统从诞生到今天 所有重要的环节的演化路径梳理清晰 搞清楚了这些 我们就真的对这件事有了基本的了解跟判断 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你还能想到哪些解释性深度错觉的例子呢 你可以把想法留在评论区 好